第一个 很多人想说我要运动 所以弹性要很好 可是有些时候弹性越好的同时 它在你运动的时候 它会离开你的身体 再来还有这是外形的问题 如果弹性越好 压胸压得越厉害 所以你会看起来变成 胸部变这样压下去一片的 因为它弹性太好了嘛 你等于是身体硬穿到 那件衣服里面去 所以你就会压胸 所以以弹性来讲 要提醒大家的是 重点在跟选内衣一样 因为台湾女生的这个下围比较小 所以下围的松紧度很重要 它的松紧度是要能够真正 把你的胸部包住 还有让你在动的时候 比如说上下在动的时候 它不会跑掉 所以你的松紧是第一个 下围的松紧度很重要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 它的肩带的提拉性 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你要看它肩带的提拉性 它的这个提拉性够不够好 而且这个提拉性要讲的是 你不是只有往上 你要往左边 往右边 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是各种不同的角度 所以肩带的这个承载力要够 所以为什么很多后面都是交叉型的 就是要让它的这个肩带的承载力 跟稳定性要变得更好 对 那另外像刚刚你们讲说 常常会做一些运动会不小心曝光 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选像这种 它其实是 夹两件 夹两件 里面是一件运动内衣 外面是一件背心 大家把它组合在一起 对 再来还有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 比如说拳击啊 或者是你真的会爆汗的那一种 像刚刚小型有一个也是这种 对 就是已经有罩杯式的 然后它的后背还有可以调整 调整这个钩子 你可以调 就跟内衣一样可以调松紧 你看它下面没有很松哦 它其实是有点紧的哦 但这个紧才能够把你的胸部整个包住 你才不会 只成 才不会你知道运动的时候一直这样 不好看